其實不是全國不是只有郭媽媽打不到BNT的四世代 全國所有的媽媽們、小孩們、小朋友們都打不到BNT的四世代 因為根本沒有 好,為什麼沒有?不是我們不買 其實指揮官王必勝講的、解釋的非常清楚 兩大品牌都是mRNA疫苗 我們總共採購莫德納2600萬劑 採購BNT2300萬劑 所以沒有說特別偏好哪一個品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BNT2300萬劑裡面扣掉民間捐贈了1500萬劑 我們還跟他再買了大概將近800萬劑 是700多萬劑 當時因為整個疫情的變化 到今天為止台灣已經有855萬人確診 很多確診過的人 像以我自己來講,我打了3劑還確診 那我就想,我打了天然地四劑 我幹嘛去打四世代 因為我身邊的一些阿姨什麼的 他們現在也都不打BNT四世代 他們還問我說我把他打四世代 我還跟他說,很多人會說 你去打流感疫苗還比較好對不對 對啊沒錯,因為今年流感很多專家預期 可能會大爆發 因為前兩年因為防疫的關係 都幾乎沒什麼流感病例嘛 所以要不要打四世代自己決定 但是就實際統計的數據來講 850萬人確診過 這些人大概有超過一半以上 他不會想去打四世代 願意說,那我剩下還沒交的貨 可不可以跟你換合約 換成次世代的 願意說,抱歉不行喔 可是莫德納可以啊 我請問你 不要講說政府 就算我們一般人 我們做生意 我們採購東西啦 有新產品出來之後 我原本舊的產品的合約 我跟你講說有兩家 有一家同意說,可以 那如果有差價的話 你補差價我讓你換新的 我當然換新的 我為什麼要買舊的 你現在去買原始豬的疫苗 請問買來給誰用 好,這個就是指揮中心 為什麼現在台灣沒有BNT 次世代疫苗的最主要的原因 並不是我們排斥BNT 獨厚莫德納 好,BNT莫德納都是好疫苗 就國外的科學數據來講 他們的次世代疫苗 其實效果差不多 好,第二個 混打有沒有風險 台灣有多少人混打過 我自己就是2A一高 我混打啊 台灣很多人都混打過啊 沒有問題啊 沒有什麼風險啊 當然你如果郭台銘 因為郭媽媽年紀比較高 你擔心的話 那其實你也可以說 就選擇不要打次世代疫苗 因為我想97歲的長輩 大概平常也跟陌生人 接觸的機會 應該也沒有太大了 你就自己防疫做好 其實也可以嘛 好,所以為什麼台灣 非要BNT不可 我想不出來 台灣有非買BNT 次世代疫苗的 一個合理的 可以說服我的理由 好,那另外再來講 郭台銘眉頭眉腦丟了一句 叫總統恩準 這句話昨天被大作文章 你看民進黨打疫苗 郭董證實了 這句話說實在 現在在討論這議題 我真的覺得有點 身心俱疲的感覺 可能我也需要看一下 楊文科 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講過100次了 那好 既然郭台銘你再講一次 我覺得郭董 作為一個生意人 你也是一個有霸氣的人 很簡單 政府 反正只要政府都算總統的 這樣子 中央政府好了 哪一個環節擋住你 永齡基金會買BNT疫苗 請你仔細描述出來 哪一個環節擋 大家把證據拿出來講話 如果沒有的話 你知道沒什麼 沒腦丟一句 叫總統恩準 那請問那是什麼意思 而且其他單位 其實都有買BNT疫苗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說話呢 為什麼台積電從來沒有講過總統恩準 為什麼台積電 人家跟你一樣買500萬金 台積電沒有買的比你少 也沒買比你少 因為當時1500萬金是一起包裹的合約 台積電從來 你有聽過張宗謀 有聽過劉德英 有聽過魏哲家 有出來講這些 有的沒的嗎 沒有耶 人家就是好 我買了就買了 我送了就送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出來講 你就把話講清楚 哪一個環節政府擋你 或者說哪一個政務官 我相信以郭總的層級 事務官大概沒資格跟你見面 哪一個政務官阻擋你 他跟你講了什麼話 不准讓你買 你把事實描述清楚 不要用這種影射案子的 難怪很多人會做政治聯想 說你要選2024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維持我昨天相同的看法 我覺得這不至於是2024 當然梁文傑講的也可能是一個參考方向 就是你當時買BNT的時候 你有跟BNT承諾要買3000萬劑 那是你承諾 那不是中華民國政府承諾 你現在也可以兌現你的承諾 送給中國 鄭州廠很需要 富士康鄭州廠現在很需要疫苗 你就買3000萬劑把它送過去 你買3000萬劑把它送過去 我沒意見 因為那是你郭台銘的錢 或是紅海股東的錢 反正我也沒紅海股票 我沒意見 那你可以送過去 那你不能說你郭台銘承諾的東西 要我們政府去幫你買單 這個說不過去吧 那你要跟BNT合作 在台灣開發做癌症的疫苗 OK 我們都樂見 只要任何對於台灣國民身體健康 有幫助的事情 我們都樂見 可是政府不見得每一件事情 都要買單啊 因為政府它是要照顧 大多數人的利益 不是照顧少數特定人的利益 你今天如果照你的意思 買了BNT 倒是丟在那邊沒人打 那請問 國民黨會放過民進黨嗎 你看浪費錢買那麼多 如果真的聽了郭台銘的 去買了BNT的次世代 到最後一堆銷毀掉了 請問到時候帳算誰的 你覺得國民黨會去罵郭台銘 郭台銘都是你不對 誰叫你逼政府買的 不會嘛 他會罵民進黨嘛 防疫不利嘛 又來了嘛 就在剛剛的時候 他的臉書PO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他引用了三國演義 第九個三回合的一個文字 他說 廟堂之上 朽木為官 電壁之間 禽獸實入 我簡單講一下 當時這個故事在講說 就是這個諸葛亮 他要北伐朝衛的時候 然後當時蜀中的這個王朗 以及曹征擋他說 這個曹操他有這個德性 大家不要去這個北征他這樣子 所以諸葛亮就狂罵他 罵他說你搞不清楚狀況 根本就是這個耳縫耳入 完全沒有站在國家立場去思考 所以王朗很羞恥的 因此寒惑而辭 那為什麼郭台銘要去講這句話 他就把他比喻在BNT的疫苗裡面 他認為他就是那個諸葛亮 他就是要去做北伐 他就是要去把BNT進來之後 但有些人像王朗 像曹征一樣擋住他 而在郭台銘口中的王朗跟曹征是誰 很明顯可能指的是 現在講的王必勝 可能是現在講民進黨的政務 我不知道 但他透過這樣比喻 就是要去隱喻這個事情 好 那BNT到底有沒有擋呢 在當時的時候 的確BNT是最後進來的 那在藍軍的選民裡面 會覺得說的確民進黨有打BNT 因為之前原本就說要進 不是啊 中間不是都說是中國黨的嗎 而且你看 現在 之前郭台銘也說了 上海復興就要賺一手 如果我們現在再買的話 那上海復興要不要再多賺這一手 那郭台銘也有講 上海復興有賺一手 所以你看那為什麼 國民黨的立委賴斯堡就說 政府應該反省 到底政府應該反省什麼呢 那如果買了這一堆疫苗 又沒有人要的話 那國民黨會說什麼 你們又再亂買又再亂花錢 所以又變成怎樣 所以我覺得回到BNT的議題 BNT老實講這是一個 應該也是過去藍綠共防疫的重要焦點 但現在各自在論述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現在的民眾來說 沒有特別大的影響力 我舉例來說 郭台銘現在要進BNT次世代對不對 但老實說現在大家的疫苗 包含莫德納 大家其實根本就打不完 然後大家現在台灣民眾 對於疫苗的需求性 沒有以前這麼高了 這才有這麼多剩餘的疫苗 所以郭台銘起手是 如果用BNT次世代講說 他搬出他母親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共鳴感是低的啦 所以接下來就是一樣 我必須說好 這種疫苗跟疫情的事情 在這次2022市長選舉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就講了很多關於疫苗的操作 當然有喚醒部分選民 對這件事情的支持跟他的仇恨感 但你說要將疫苗事情 或疫情事情放到所謂2024 現在已經開始解封了 那解封之後到2024這段時間 大家對於疫情 到底還有沒有那麼強的關注度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策略的問題 如果還在吵這事情 我相信一樣藍軍會有共感 但對於中間選民來說 他們會不會一樣 那麼支持當時的郭台銘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去觀察的焦點 沒有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感覺起來是 喔 郭台銘出來了 我們要打蛇水棍上 那這樣子的話 反正郭台銘先開第一炮 我們就後面跟著太炮 難道要繼續用黑來贏 2024來打2024這一仗嗎